深夜十一点多 两部轿车高速在街道追逐 放慢速度看 内侧一部黑色轿车狂飙 外侧追的尽是一部警车 到路口一转弯 意外发生了 两车擦撞之后 黑色轿车失控转了好几圈 地上擦出长长的火花 撞上路边民宅 而警车也失控撞上路边电线杆 现场一片狼藉 警车跟黑色轿车车头都撞到全会 案件发生在屏东潮州 2号深夜远景巡逻 发现这部黑色轿车 开起来摇摇晃晃 怀疑酒驾要蓝茶 没想到轿车加速逃逸 警车在后面紧追 撞车之后造成三名远景擦伤 其中一名一警 还有脑震荡的可能 有引用这个烧酒机的情形 那可能疑似有酒驾的状况 他目前没有办法做酒测 所以我们请医院来做一个抽血检测 而逃跑的嫌犯全身多处擦伤 一旁的女乘客无碍 但公称只是吃烧酒机 没有喝酒 喝酒闯祸在高雄人舞区也发生 一名酒醉男子闹事 连警方道场也被抢瞎 我抢你而已 我抢你啦 你要抢我啦 老闆也不抢你啦 原来男子是一名工程行老板 疑似喝酒跟家人起争执 警方道场处理 男子骤抢不误 虽然不到妨害公务的程度 不过酒测值高达1.02 最后依照公共危险罪送办 这张春华评论报道 这张春华评论报道 这张春华评论报道